雄狮旅行社到韩国的一个旅行团 昨天晚间传出有36名游客上吐下泻紧急送医 目前正在了解他们到底是食物中毒还是其他病毒感染 雄狮旅行团有三团23号前往韩国首尔旅游 但在25号晚间10点多起 陆续有旅客发生身体不适的状况 结果三团中有两团共69人 其中有36名旅客出现上吐下泻现象 疑似食物中毒 当晚送往首尔一家医院就医 经过治疗后全都出院 有36位好像疑似吃过一些餐点之后 就有不舒服的现象 那事实上也已经送到医院来做一个治疗跟处理 那我们驻韩国代表处在接到通报的第一时间 就立刻派员到医院再协助照料 雄狮旅游表示 36人送医原本以为应该是吃了烤肉或猪排 但后来查证后 这三团的旅客吃不同的餐厅 加上医院之后提供的诊断证明 就诊游客是肠胃炎 因此研判可能跟当地正在流行的肠胃炎病毒有关 去年的12月同期 韩国也发生了类似的这种 大规模的这种 诺罗病毒的一个感冒性的一个肠胃型的病毒 那所以我们不确定是不是这次是相同的病毒所引起的 雄狮旅行社表示 三团都是23号去南韩 27号回来台湾 至于发生肠胃炎后 除了有5名旅客留在饭店休息外 其他人按照既定行程旅游 雄狮将负担当地所有的医疗费用 同时调整团体用餐餐厅确保游客的健康 记者是小青 谢启文台北报道